我们接下来对这个DDPC的操作呢 咱们做一个总结吧 做一个小的总结 然后呢 再结合这个在工作中流行的资源文件 然后把这个数据库信息呢 存到资源文件里边 再进行统一的管理和处理 这节课相当于对我们前面的回顾了 然后咱们这次呢 这个里边呢 写一个不叫弹幕时的 咱们建一个新的类吧 叫GDPC Yuta 叫GDPC的一个工具类 听懂了没有 那么它可以工具类的话 来大家首先我要说一下 就是首先我们是不是 仍然要建立连接呀 对不对 仍然我们是要建立连接 在这儿呢 我们来写一下啊 public static connection connection 然后呢 get什么 比如get myCircle connection 我要获得这个myCircle的连接 Ctrl-Shift-O 然后呢 获得这个JavaCircleConnection 这个类 然后 然后我们打开 我们前面写的内容啊 如果你要获得myCircle的连接的话 就这两句话 是不是 好 丢进来啊 直接return得了 好吧 它这里边会抛异常 BotShift-J 对吧 好了 然后 好了 这个呢 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我们的myCircle的connection 那就是我们在这个以后再去用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干嘛 这不需要再反复的去敲这的代码 听懂了没有 我可以直接用 还有一个方法呢 咱们也为了方便我们以后去使用呢 就是这一块 关于关闭啊 关于关闭我们这三个 ResultSet对吧 ResultSet对吧 还有那个预编译这个sircle语句对象 还有我们的connection对象的这个地方 我们也提供相关的close方法 来 public static void就叫什么 就叫close 好吧 来咱们提供重担的方法 它这是不是有三个呀 叫ResultSetRs 还有什么 Statement 这不好意思 这多余的 这个Rs跟Os 这是多余的了 我们这叫ps是吗 psps了 然后connection 随文 这呢是提供了这样的close方法 当然为了方便以后的使用 我们在干嘛呢 我还可以提供 重载的 什么意思呢 这是三个对象都有 现在我只关 只关这个statement和connection 对吧 提供重担的方法啊 便用我们以后重用 哎不对 啊没错啊 删了一个了 再删一个这个 只关一个close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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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再 再去什么呢 再去止关 呃 只关其中一个对吧 比如说止关这个prepast statement啊 好了 提供了这样三个简便的一个三个方法 就OK了 那么以后呢 我们再去再去写这个查询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方便很多了 对不对 再去测试的我们就方便很多了 呃 我们写一个这是dbc utile 然后我们比如我现在写一个demo11 啊 大家看一看 这时候我们的代码就要比以前简单很多 测试使用什么 dbc utile啊 工具类 来简化什么 dbc开发 这里边这些 呃 我再也不需要写这么多了 听懂了没有 如果我需要connection 那么很简单 co11点什么 dbc utile get myself connection 明白了没有 获得connection之后呢 呃 这的cash我都不要那么复杂了啊 然后呢 需要关闭的话 当然走哪关 啊 啊 dbc utile 点什么 close嘛 对不对 人家已经给你分装好了 直接掉 形成这样的一个模板 这个里边呢 我这里边大家注意啊 这里边就一样了 你仍然该需要干什么 仍然需要查询吗 对不对 prepaste 对不对 这里边仍然需要查询是一样的啊 insert into 对吧 t啊 这个这个 t user啊 这是我们自己写的对吧 别的都差不多啊 大家对这块我们我们也可以做进一步的分装了 这是后面的话啊 这块我们暂时不做分装了 到这差不多了 呃 这就是一段比较经典的什么 我们的gdbt代码 然后大家再看啊 在这个gdbt utile这呢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分装 为什么呢 大家看这块这块 这个信息 这个和这个 这是一些关于数据库的一些信息 对不对 一般情况呢 我们不会把它写到原网里边 我可以把它写到配置文件里边 比如我可以写到XML 我可以在这个src下面呢 放一个XML文件 把这些呢放进去 或者呢 放一个资源文件 把它放进去 便于我什么 便于我以后的修改 听懂了没有 来我们看一看 如果我要在这放一个资源文件 我该怎么办 来在这个这里边呢 我们来建立一个什么 建立一个资源文件 比如叫dbproperties 好 这就是我们资源文件 听懂了没有 在这里边呢 我们去建立一些资源 资源文件是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它每一行都放一个参数 参数里边有参数名和参数值 很简单 我就可以 这时候我就可以 比如说mycircle 我就可以忘了吗 mycircleurl 等于什么呢 对吧 什么gdbc 冒号mycircle 对不对 然后冒号刚刚 什么localhost 是不是可以往里放啊 因为我读的时候呢 我只要获得这个参数名称 就可以了嘛 听懂了没有 但是一般情况 我们去编辑这个资源文件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借助什么 借助myclips 帮你提供的这些可视化的工具 好吧 当然了 你直接往这里面写也是一样的 碰到中文的时候呢 可能需要单独做处理 来 这样我们看一下啊 比如我在这写一个mycircle driver啊 是哪个driver来着 看不见mycircle.dbc 大家去用的时候还是粘吧 好不好 就这块 不要自己敲啊 我是因为写熟了 写了很多次 你们去用的话最好是粘 就加了一个啊 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值啊 再加一个 比如说就是mycircle什么 url 对吧 呃 叫mycircle什么用户 哪个用户 root 再加一个叫mycircle什么 pw6d123456这是我的密码 好了 这就设完了啊 是大家看 就是这样的一个值 最好使用我们 这个开发环境里边提供的资源文件的冰激器 大家不要自己在这写 因为一些细节呢 你可能注意不到 好了 这个写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一下 怎么样去 读取这个资源文件 对不对 那么读取资源文件的话 我们可以需要借助在这里边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类啊 Static Static 叫什么 Properties Properties 就这个啊 就这个啊 然后 一开始置为空吧 看懂了没有 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呢 可以帮助我们读取和处理什么 资源 资源 资源文件中的什么 信息 因为我们大家注意这个读资源文件的话 我们并不需要我们每对吧 每货的一个链接就读一次 我只要整个应用呢 我们只要什么呢 读一次就够了 所以我在这呢 写一个这个静态代码块 这个静态代码块呢 是不是只有在 加载这个GDPC Utel 类的时候 干嘛 调用 所以呢只会调用一次 因为这个类呢只会被加载一次 听懂了没有 然后这里面我们怎么办 来就来了啊 首先第一步呢 那我们要通过把这个Properties呢 干嘛 扭出来嘛 对不对 扭出来啊 扭出来之后它是空的 听懂了没有 我还需要干什么 我还需要获得一个 针对这个资源文件的一个输入流 把它读进来 就这里边啊 Properties.load 大家看 load 这呢 我需要一个输入流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所以呢需要一个输入流呢 来获取我们 处理这个文件 通过一个输入流呢 把它读进来 那么怎么读呢 这里边呢 来大家 这个地方呢 可能歇息的比较麻烦啊 但是大家用到的话 就到时候抄也行了 就用来读取我们项目下 srt下面的一个内容 thread.currentthread 然后呢 get 我们目前使用的内加载器 听懂了没有 然后get 什么 resourced stream 然后呢 直接传文件名就可以了啊 db.properties 这个路径呢 就会把srt下面的内容 内容干嘛 读出来 当然它真的读的话 是读那个内路径下面的 就币目路下面 听懂了没有 就读的时候啊 然后thread.currentthread 好了 经过这个内容之后呢 就会加载 把这个properties里边就干嘛了 就有内容了 好不好 它 只会在 注意啊 只会在我们这个类被加载的时候呢 执行一次 啊 今天代码块啊 好了 有了它之后呢 来我们看一看 在这呢 你就不需要写死这个东西了 我只要用什么呢 用 用叫 这个 properties 讲什么 get property 哪个property 比如我要获得这个my circle什么 driver啊 不就是它吗 驱动就是这个 对不对 然后 然后 这儿 我们叫什么呀 应该是叫url吧 这儿 是叫 uname pwd 那咱们 呃 这一行太长了啊 我回车一下 看看写错了没有 user 对吧 pwd 应该写错了 这个错了 好了 好了 这样的话 以后 如果我在这个 数据库这儿有变动 对不对 比如我这个库要改 比如我这个密码 这个名字要改 圆满那儿不需要动了 我只要改这个资源文件就可以了 听懂了没有 甚至我还可以在这儿呢 同时再把这个什么oracle的配上 对不对 oracle的这些 这个这个驱动类啊 那个路径啊 账户密码啊 都配到这儿 用的时候呢 我还可以提供什么 关于oracle的连接 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啊 要不这么着吧 给他写全吧 都放都 都到这儿了 来 叫 咱们就叫oracle oracle oracle driver 这个好像是叫oracle.jtbc.dry 我叫什么呢 oracle dryver 看错了没有 oracle.jtbc.dryver.oracle.jtbc.dryver 没错 这是我们oracle的默认的驱动类 对不对 再加一个这个oracle的这个路径啊 oracle.jtbc.dbc.dryver 然后at 什么 localhost 对吧 还有1521 然后orcl 是就是我们那个数据库实例的名称了 对不对 看你自己用什么什么名称 这个要自己去换啊 还有一个就是我当然就是我们的oracle的什么 user 对吧 你可以用scouter 这个账号 然后密码啊 当然就tiger了 对吧 oracle.jtbc.d 就是tiger 好了那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还可以还可以给他提供你 这是我们获得my circle的连接对不对 我是不是还可以提供什么 获得oracle的连接啊 啊同学们 oracle 这不就换下单词就可以了吗 oracle 是吧 oracle oracle 看到了没有 通过这样的话我也可以获得我们的oracle的连接 那么以后当然我们去真正去工作的话 当然就都要做分装了啊 咱们前面这些测试呢 只是为了测试 我都没给大家做分装 就让大家熟悉一下这个dbc的整个连接的过程 都没有做分装 好吧 还是希望你们对这样的代码呢比较熟啊 不要说一上来就分装 写收之后 因为很多的面试题里边也会让你去手写gdbc 啊就写类似有这样的代码 尤其是大家去面试初级程序的岗位的时候 好了 关于这个gdbc呢 咱们 总结呢咱们讲到这啊 还有gdbc还有小的细节没完呢 咱们后面再说 编video